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收视时间节目 稍后会听到大家的电话 可以打来热线31083399和我们谈谈 现在上证低酒 中午收报3077点跌23点 7773100个位置 但仍未挑战10天线 上证指数10天线在3048点 但上方似乎3100 一直都冲不到 在月初冲一冲 这两天又冲一冲 都是无功而还 暂时来看上证指数第二个顶位 有一个叫做背驰的情况 但是你看回恒生指数 曾经一度在约膜11点半之前 跌过200 28847那些位置做低位 虽然是但约膜70点 也明显在11点半 A股收视之后 稍为又稍估稍稍稍稍稍有 erm 对 就被A股 mount mnie 但是把它 track垂了 füh. s 有这样的感觉 对了 今天其实都是高开的 是 hazır לנוATE219173点 没错 现在跌165点 269ay 刚刚已经失手了2万9万 没错,跟大家更新牛熊证街货 看看关不关原因 最低位28847,即是杀了289 如果下方牛症最重仓289 最多新增及重仓区都是289,有1300张 对落288,没东西 287和286分别有1200和1100 如果要顺势吃完的话 有两棍可以给它吃 分别在287和286 但上方红证方面 暂时有三棍都吸引 重仓区在296 这浪都没撞过 最多新增在299 分别在296、297和299 都有过千红证在 不过就这么说 大家都看到的 其实恒生指数在这段路里面 现在就看到 药膜在这个横线那里横行 又或者我用小时图跟大家 去了解一下 过去 其实呢 恒生指数有个位置 就是你药膜都会知道我想画在哪里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其实都齐头是288 所以老实 今天就 当然了 由升转跌 很多人都疑心比较大 但是尤其是297又塞一塞 但是情况就在于 so far288 是有个重要性在这里 所以说不定今天 来到这些位置收敛一点 不排除厚市会跌穿 但是呢 纯以牛证的角度 286也还有 287也还有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不差的支持在这里 是的 不过来看看如果是昨天的日 是的 这个每日的图 其实昨天就已经收市 是穿了3月18日的阳 没错 就是29112 今天就再低走 就试了10天和20天 尤其是我想可能 最令人担心或者想得多的地方 就是 其实因为这一浪是背驰上去的 重要不是一浪背驰 是两浪三浪四浪背驰 所以那些人就零射 有任何反转 因为四浪背驰其实都很罕见 但是你知道 外围的市都不肯回 所以大家就自己看着288 同时其实288 都是接近20天线附近 留意10天线暂时穿了2900 20天线 20天线是28908 即是说 刚才最低都一度穿过 现在暂时站住 是的 那有什么外围因素呢 最新都有中美贸易战方面的新消息 就是外媒报道 特朗普指示白宫的谈判代表 向中国施压 要求未来争取购买美国商品 由早前中方提出的1.2万亿美元 增加一至两倍 估计是涉及2.4万亿到3.6万亿美元的商品 其实之前就承诺 未来六年会买1.2万亿美元的商品 包括能源和农产品 现在CNBC引述消息人士说 特朗普要求加码一至两倍 要争取明年的连任 其实市场是否应该这样解读 就是说它没有放远到态度 继续向中国先来 所以这件事就令到市场有多少 虽然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时候谈的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眠 但是暂时都出了这样的消息出来 暂时就叫做震荡一下市场 除了贸易战相关方面 只是美国的态度开始强硬之外 还有宣布制裁两间中国航运公司 就说他们帮北韩逃避美国和国际社会 对平阳的制裁 被制裁的两间公司 就是中国大连海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和辽宁丹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未必是说 可能暂时没有找到一些上市公司 是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都是态度问题 是的 态度就好像开始制裁你 是的 总之就没有放远 顺便现在就扫一扫 今早的股份 因为今天其实市跌 有很多股份由升转跌 包括今早曾经一度 就是叫做顺遇期业绩大都高开的海油 好 中石油两只 现在中石油跌回2.5个百分点 海油没有上榜 是的 今早说业绩顺遇期还可以升 原来是未跌 是的 没错 那么顺遇的继续 都是借近90元 留意90.3.5元未沽得 当然偷步令计 你见到它90元1.5元这些位置 要再确认多一点 才去做 至于再看其他 有些升的 反而是吉利 吉利和美团 美团都金 是的 又有人问美团 就是阿Po 昨晚我写了一篇 大家记住在Facebook上看 阿Po问什么 阿Po就说美团今天升 那我写是否无论如何都要走呢 其实都没什么好说 其实因为美团跌 当美团跌的时候 你都是输的时候 升更惨 好 我现在和大家看一些美团写 今天分别 当然杠杆不同 书幅不同 但是有些 譬如好像16061 只剩下21日 我记得今早好像有人问这一只 只剩下21日 虽然只是轻微架外 但是你知道 末日轮的事 其实21日都算很少了 其实我想 它为什么这么大问题 那些窩又缩了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同时就是 其实它们的日子太少了 我肯定立在最后十只成交额最大的美团 投资里面 其实除了有只是460日 有只160日 有只95日之外 其余全部都是30、40日 这些本身 老实买错方向 本身也太末日了 都容易输 买对方向也输 就是因为隐身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尤其是 今早有人问16061 你只剩下21日 你今日的证股还要升 所以跌了28个百分点 没有 没有得留下 除非你的证股要无端端 单日跌回半成 但是 又是一句 长忍颈以待 等到颈都长了 没有人出货 就是 传说之中的限售股解禁 没有 你见见成交正常多 但是没有那些一棍 小米那些 上了板 没有 所以 是否还要等 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要等 是等一天的半成跌幅 难点 是 看了阿Po 他那支支付是15202 都不差得多远 是 正估着要升 跌19 跌19 很恐怖 你想想这支卵 由三日 两日前 三毫 接着现在 一毫不够 没有了六成 你不要忘记 正股跌两天 升一天 而你这支卵 是跌足三天 还没有六成 几七成 所以没有工具 玩死了 是 除非你真的博到它 大跌 是 如果大家 都是不明解过中的原理 记住去到我Facebook 看看 简单一句说 是 之前是散户和散户 抢高施片 是 抢高了 潑价 你买的时候 可能没有留意 引申 原来已经太高 所以 当正股的跌幅 不如预期 这么大的时候 缩引申也缩死了 是 就会产 很多了 这些都是 买卵的艺术 是 要研究一下 真的不只是挑冬杆 那么简单 好 看到 除了 就是说 升转跌 除了有些油股 腾讯 也是 今天 其实就平开 现在就跌1.2 那很闲 这些 4元的东西 我想买开腾讯的人 其实 都习惯了 300多元的东西 跌4元 就是等于楼下的 38元的东西 跌4毫 假设是这样 不过 楼下的东西 不会跌的 因为通过私有化 一定是 Approach 38.8 那些方向 但也不代表买得 那些不说了 合和 没有人买 是的 腾讯 就是 352 那些位 先 362 早前 是 现在暂时来说 跌4元 都是失位 嗯 穿了10天线 是的 难怪恒生指数 都很厉害 今天恒生指数 跌幅里面 最大难 最大贡献的跌幅蓝筹 都是腾讯 跌32点 第二是平保 跌29点 中移动继续沉淪 昨天业绩衰 没有提及到5G的投放 接着 又看到 阿培又跌了 今天再跌近2% 公献27点跌幅 是的 看完一些 出完业绩之后 可能 是顺于预期的 看看一只 李宁出了业绩之后 急升的 现在升9.2% 报12.46% 公司方面 今早公布了业绩 盈利是7.15亿人民币 比起上年同期增加了38% 每股盈利都增加了38% 末期息是8.78亿人民币 是的 没错 留意股份是强势的 其实大家都看到 最近一只特报1368 一只2020安踏 同行也没有其他龙头 一只李宁一只安踏 其实很龙头 都是受惠业绩大动 再去破顶 这些就没得估顶 尤其是 留意李宁在11.5 其实打了大半个月底 今天再升的时候 走势也算是真是真好 是 Anthony 问一下 现价可不可以买 现价可不可以买 朝鸡就不会错 因为过去多头排列 就算你坐下艇 你会发现你能看到 过去三个月为例 坐下艇又再升 坐下艇又再升 照计书面小一点 不过又这么说 今天成交的确是很大的 如果是买 都是那句 买一半先 留一半 最好挨近11.5的位置才买 因为你又不要想 11.5打底了 现在业绩又升上来 怎会落11.5 有时市压一点也未定 看着11.5再混 做中长线不需要急着一次过 在这个位置买了 好 现在看回恒指方面 中午收报28,913点 跌158点 上周总成交是571亿 好 那我们去一去广告 稍后听电话 大家继续可以打电话来 3108 3399 稍后见 拜拜 拜拜 回来节目时间 恒新指数中午收报28,913点 跌158点 我们现在就看看YouTube上的问题 Edward就问了 现在1810可否扩 或者可以大约多少钱 就是target price 不如找Jason进来 因为Jason都是说这些什么 Jason Hello Jason 你好 怎么样 你又是180吗 是 我问了180 你是有证股的吗 是的 有证股的话 好像最近横行这个位置 穿穿地 你看到就由月初到现在为止 基本在11.58附近 你当是11.6附近 可以站到 现在设计一设计 业绩不是英俊 有机会落下10.4 我看 我看 哦 或者 10.9 10.4 这样逐步落 哇 那样子就是偏黏一点 他又横行没有突破 哦 但是基本面呢 对吧 做什么 Edward说要跟你对待 Edward要投资 没有 没有 6.9 Edward说投资 现在 Edward跌穿了11.6 这样投资 我觉得OK 用11.6来做止投资 止涉 是 是 是怎样 接着5号169都跌了 5号 5号汇空 这些算了 3毫子 长远一点这个 不是 除非你真的打算是短炒 否则 3毫子 0.5个百分 怎么算什么 又这么说 如果你不想持有的话 这浪你不要让它跌穿64元 63.9 即是这一个月的低位 那169呢 跌1.1个百分 其实 都叫跑赢的市 都在这个位置横行 而且都算是 高过横行 即是横行区间的高位 对 偏高一点 中上的位置 算了 即是可以继续 我是你 我会继续 但是后者这只 不包突然间一阴 因为这些 其实都是投机股份 汇空我会说你继续 但这只不包 暂时的图就OK 在这个时刻 这只其实昨天是规转型 但是股价方面 规转型就是 即不见很大的刺激 股价上就 都是的 因为之前那棍不是升规转型 而Jason那天打进来 就说他买了 就是因为 他主席 王健林就说 是想将它变成一只 轻资产 放金融业铺进去 但是到现在都 都没声气 继续 继续 然后昨天做了很重要的事 我在美股里 说吧 我就去了SQQ 然后呢 然后我进了Apple Call 我很害怕今晚Apple跌 没得害怕的 你看Apple的图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升到200元 如果升到200元 还差几元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怕今晚跌回 被港股拖累 那没得好说 如果是的话 但是人家最近都强 尤其是在低位 是偏强的 都挺重要 所以我是你 就算了 call我就不敢说了 但是股的话 应该都要先拿着 现在明显它是 是呀 低位弹成四成 嗯 对呀 照保持吧 会接了伙伴 我怕今晚跌就 太坏了 它特别是升穿了 104元之前这些位置 嗯 照保持住 而且你升超过了 200天线 都算是一种强势 是 OK啦 就这样 我都说要休息 爸爸没说美股 对呀 好 好了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好 那我们再看其他问题 刚才 也有人问 就是 Chang Zwing 他就说 700 PUT 虽然它就不强力上去 但是你说PUT 老实我就觉得 业绩也不算太差 如果真的连之前的前顶 352都失 或者这么说 你现在PUT 就只是为了352而已 随时被人挤回头 失352 那个弱势就会再明显一点 这样PUT 就可能会OK的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听下梁太的电话 梁太 你好 Mirian 你好 Mirian 你好 Siva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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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我是想问659新创建的 是 买了什么 是 就是买了 所以说 这就是18元平均价 18元 今天我好像看到它有点消息 但是不知道关不关事就比较掉了 一跌下来 说来听下 就是那个开放新巴九 不是说是城巴和吞巴 是 什么站 底站 什么数据那些 我不知道什么来的 也不知道关不关事 是 但是anyway 我见它都跌穿100天线了 我要学一下你 这样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它今天明天 即下个家庭日 都不上100天线 我是不是减得减 因为如果它这么多跌穿 再趁前一点看 是不是好像有两三个月 有一个横行区 大概是行15元字列 16.9元 会不会去那些横行区 我这样看不清楚 其实看就看得对 大家看到100天线 曾经在一月份都不用穿 今天都穿 四天前的低位 今天又穿 所以 是挺弱 不排除 城巴新巴的消息 我没有特别找到 反而见到公司方面 早前就说 未计划取消 向波音直接做采购 其实这件事 就是其中一个 最近困扰了股价的因素 我只可以说 其实你18元那里买 我是理解你的 因为在一月底的时候 18元站过 但最后什么都站不到 现在实际上 我觉得17元都应该站的 因为都是一个最重仓 其实18都不是最重仓 18纯粹是之前一个横行区 17元是最重仓 但17元都站不到 就真的要再去讲究下一个重仓 下一个重仓 说不定真的要有个心理准备 下回去 1月4日的低位15.4元 老实 一屠羊肉酸 一定短炒无望 就参照你 是否打算收息 如果真的打算长齋 都不是代表你现在去立刻做 我会建议你 看看真的有没有机会 15.4元的时候 到时站稳才做 当然没有说包一定下回去15.4元 但是要心理准备 千万不要急着加 我不是 因为我有些不是很认输 我买了很多 没问题的 如果我都可以长渣 并不理他 如果长渣 不会太肉痛 不会睡不着觉 吃不下东西 有点不开心 我觉得好像入位入错了 这些很小事 我长期有这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真的给一些耐性 老实 其实你入的一点都不高 只不过 你跌了这么大一段 你才入算是这样 但是暂时未找到支持 如果你看MACD技术上 下方虽然未做黄金交叉 但是随机漫步指数就已经做了 作为一种过往的半公用或收息 稳定派的股份 我就觉得你可以长渣 长渣之余 不要心急 它收益率有4.7% 補充一点 是不错的 如果作为想收息的话 收益也不差 还有补充一点很Miner 今天其实你看到的 或者因为这一点都不算Miner 技术上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 你自己回去看AASDoc 这一天 我箭嘴红色指注的那一天 是超级大成交的 但是今天虽然穿了底 今天是较小成交 还有 今天的RSI 是稍为好改善了 好过之前那一天 即是说 今天其实沽压一点都不大 就更加会给你多一个小信心 但也不是现在交话 记住 给你多一个小信心 你今天都未必会太害怕 好吗 我反而不交 那不要交了 我不是问交 我只是问 好不好一百天线都跌穿 好不好减持一点 好吗 好吗 减得一半 我是你的话 又这样 理性的话 必须跌穿那一天 收市位16.66 即是说 如果下午站到16.66 就不减 如果下午站不到16.66 那你就考虑 你那个是16.66 我那个是16.7 不同公司不同版本 你说得很对 我都知道 从来都是这样 总之你认识那些价格 大概那些价格 我想问个个技术性的问题 经常听你们说 例如顶背池那些 是有多少点才算是背池 例如4、5点那些 算不算是吗 不是 纯粹就是说 在那个 即是说RSI 指数或者是股份的价格上 创了一个再高的位置 但是RSI就并没有再创一个高的位置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没有说幅度差多少 纯粹就是 没有再高就是没有再高 差一点都是 差一点都是 只不过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extended的问题 就是有几大幅度背池呢 是这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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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再打上来 好啊 拜拜 好 拜拜 我见到Anna问一些 都冷一点的问题 问780 同情 780388 可不可以进入 现在其实阴了几天 阴了几天当然样子不美丽 但是开始贴近早前的横行区 我觉得支持不差 你试试看15.6附近 但是是要那些位置开阳烛才买 继续阴不买 至于388 买不买呢 因为这一浪都没怎么穿过20天线 而现在就穿了两天了 所以我就觉得 先不要买 先让它站坏 恒生指数我照样看着 看看288有没有支持 可能港交所未必会太弱 因为它始终都是强势那一阵 等起多一点才买 好 Ken就问6098 有多少钱可以加住 6098现价是14.12 今天仍然是日紧时 对啊 很厉害的 多少钱加住 现在加的话就玩突破 升穿14.14就突破 否则如果你想回先加的话 我就建议你看住13.8附近 好 接着JJ问1093可不可以继续 1093刚才看过 都不错了 相信是否都可以继续 现在1093就叫做倒跌1.3个百分点 跟大家看看新诺威在深圳 今早记得是约莫三成多左右 较上市价高三成多 今早就不错 现在高4成4 如果4成4的话 其实是一个涨停的 新股是不可以高过4成4 其实就涨停了 所以是属于一种很强势 老实说如果今天不是市差的话 石药可以再走多步 所以我就建议再继续 看完石药 也有人问终生制药 Jojo就说1177又回录 是否继续继续继续 Jingle就说 酒市如何呢 7.4有货 是否继续持有 现价是7.16 也有一句 总之今天的市场又下跌 所以它也下跌 只要站稳7.1 也没说是止涉价 即突破位仍然成立的时候 就有它 在这个位置仍然有支持 它是奇怪一点的 阳烛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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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烛 中午就收购28,913 跌158点 虽然跌市成交 昨天我还记得半天 刚刚齐头600 今天就571 你也可以哄一下自己 自己说成交变了 还有288的位置暂时未穿 是的 我们就下周3点45分 回去再看看是否期益 记住逢星期五 3点45分那一节 我们又会派送一些 小价股的提示给大家 特别节目 记住看 下次见 拜拜